不怕你抬杆就怕你不抗 哈喽大家好我是娜姐 经常很多小伙伴来私信我情感问题 我这里看 嗯都被女生耍了还不知道 唉这也不怪大家 因为确实啊很多小伙伴啊 就是一个铁汉汉 经验不够 娜姐来凑 今天就教大家如何根据女生的一些行为来判断 她是不是在耍你 第一个行为 明明你和她约好了出来见面 约会项目可能是 吃饭看电影喝奶茶 你以为是两个人约会 谁知道见了面她带了闺蜜 聊天聊得挺好的 甚至啊有些暧昧了 瞬间就觉得特别的坑爹 可能你还会在心里替她说好话 她可能就是害羞吧 害怕尴尬冷场 所以带了个闺蜜不怕没话题 但是你要知道就算是这样 也应该提前告诉你啊 这是教养和礼貌的问题啊 毕竟请客掏钱的是你 你以为是两个人的约会 谁知道变成买单侠 第二个行为 跟她聊天的时候 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她是关心自己的事情 无聊寂寞 伤心难过的时候才找你 或者是聊到你的事情的时候 她对你啊 总是很敷衍 这就是把你单纯 情感垃圾桶 需要你的时候 向你吐苦水 要安慰 不需要你的时候 就去找其他男人嗨 段位高一点的女生 在向你发泄完之后 会对你一顿夸 一顿感谢 让你在这里面获得一种满足感 因为你被需要被依赖了 在心理学上 这是一种技巧 让你心甘情愿的 当成情感垃圾桶 段位低一点的女生 就不懂得照顾 备胎的感受了 宣戏完之后 就爱大不理了 你要是问她为什么 她就会说是自己办证 其实啊 就是 资深御查 想同时吊着你们 获得更多的好处 相信这种情况 让很多小伙伴都遇到过吧 有遇到过的 在弹幕里抠1 没遇到的抠2 第三个行为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 字里行间都在引导你 投资 付出 花钱 比如总是对你说 好喜欢这个包包啊 这条项链好漂亮啊 甚至发购买链接给你 它就是把你当提款机了 这种女生呢 大多数都是出现在 社交软件认识的 或者是网链 一般身边认识的 同学同事或者朋友 就不太会这样做 毕竟是有共同的圈词的 传出去影响声誉 所以一般它们会像 网络上认识的铁憨憨下手 反正你又没有它的圈词 就会比较的明目张胆 第四个行为 它总是会向你 闹情绪 发脾气 说分手 你去哄它 它就会向你撒个娇 或者引导你送个 赔礼道歉的礼物 要到礼物之后呀 又跟你和好如初 其实啊 它内心并没有那么介意的 而是把这种行为 当作了跟你要礼物的小手段 这种礼物可大可小 段位低一点 年纪小一点的女生 可能要的礼物就比较便宜 段位高一点 或者年纪大一点的女生 可能要的礼物就比较贵重 例如要个几千块的手机 要一整套口红等等 这种女生也是在耍你 找各种理由 各种借口 跟点闹脾气 其实目的就是要从你这里获得礼物 从而获得满足感和安全感 心思是比较坏的 小伙伴们要学会甄别 好啦 以上给大家总结了 女生耍你的四种行为 不知道你们哪种遇到的最多呢 我相信多多少少都会遇到的 毕竟人在枪股票 哪能不爱刀呀 渣男友渣女也有 所以大家要学会擦亮眼睛 记得给本视频点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